下面一個是常考的題目叫做加水稀釋 現在有個10%的食鹽水20克 要把它變成2% 請問你要加多少蒸餾水 題目也可能是我加了多少蒸餾水 問他濃度變多大 意思都一樣就是稀釋的問題 然後我說過我的教法叫做 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糖水加水誰不會變 糖不會變 所以就寫個左邊的糖等於右邊的糖 稀釋前的糖等於稀釋後的糖 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糖不變 所以寫等式 糖的算法就是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就是糖的質量 所以我就可以寫個等式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 稀釋前的溶液質量是20克 濃度是10% 稀釋後加了不知道多少水 就是要20加水 然後乘以變成2% 所以答案變這樣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 稀釋前的溶液質量成濃度 等於稀釋後的溶液質量成濃度 然後就是數學 認真努力算數學 答案就80克解決 可以嗎 這是我的做法 我講過了 學生拿補習班的做法做兩遍 我也沒意見 你只要做這個就可以 OK嗎 OK 你們換你們 700克3% 要加多少水 來 跟剛才的做法基本上完全相同 找3個人上來 1號 28 12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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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需要照我這樣方法 你只要算對就好 然後那個過程是對的就可以 過程是對的就可以 不是亂差亂奧就可以了 你只要算是對的 不是亂差亂奧就可以了 上來 上來 下來 下錢 上來 下 否則 前 不會婉人 來 你起來 vir shop 股 一隻眼 小一點 大一點 大一點 還真的寫不寫 真的寫不寫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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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差了 再寫一次 大一點 再寫啦 寫大一點 再寫大一點 再寫不寫 那寫不寫 那是不寫不寫 我還可以把電話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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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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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很好 你們就是兩個做法 小老的大人 用的就是我的做法 叫做西事前等於西事後 怎麼算 容質質量就是容易質量成百分 濃度 所以西事前的容易質量成濃度 西事中的容易質量成濃度 你的小錯誤是這裡沒有等號 等號在這裡 這個沒有這個等號 沒有這個等號 然後這個 他的做法就是我說過的 你們補川老師教你們的做法算兩遍 排施的觀念 容質質量不便 算第一遍 多少才會是3% 你這裡少一個0 然後呢210 然後再帶回來一次 再帶210拿過來用 容質質量不便對不對 然後加不知道 再帶兩遍算完 OK 我說過了 你開心就好 你高興就好 你只要會做 你聽得懂就可以了 你看你 挑一個你懂的方法做 你不記得照我的方法做 但是呢 所以正好兩個 一個是我教的 小老師寫的是 左邊 右邊那個是教的是我教的方法 左邊的是你們在補習班老師用的方式 都OK 沒有關係 反正答案都是 我的做法就是 等於 我的做法就是等於 掌握不便 找到相等 然後前後都一樣 然後容質質量等於容質質量成百分容度 所以左邊會等於 右邊 西式前等於西式後 往裡面帶 來 認真努力算數學 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就這樣 都可以 OK嗎 OK OK